邁入第九年的台灣KOM自行車登山王挑戰賽 今年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影響 導致海外選手減少 不過還是有22個國家地區共計425位選手報名參賽 23號一大早天還沒有亮 上百位的好手就蓄勢待發 6點正時在七星潭勉強出發 23號一大早天還沒亮 上百位選手已經全副武裝來到七星潭 把握時間暖身做最後的能量補充 今年雖然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影響 導致海外選手減少 但仍然是有22個國家地區 共有425位選手報名參賽 活動一開始則是請來專業的古鎮表演 為賽事揭開序幕 今天雖然感覺風有點大 不過感覺天氣還不錯 那所以請各位車友就是遵照我們協會這邊安全的指示相關的規定 小心自己身體的狀況平安的出發成功的功力 那我們預祝大家今天能夠順利抵達武嶺 那不管結果是如何各位車友都已經是我們心中每一位都是KOM登山王 主辦單位及各位貴賓輪流上台致詞 提醒選手們在競速中務必小心安全 最後是在裁判長的叮嚀下選手們開始移動到起點旁 做好預備姿勢握緊車吧 等待鳴槍出發 選手們23號早上6點準時從七星潭出發 一路邁向河歡山武嶺 在總長105公里的距離中 從海拔0公尺爬升到3275公尺 十分考驗參賽者的體力與耐力 也曾經被法國自行車專業雜誌評比為世界十大艱難挑戰之一 雖然這次的排名獎金大不如前 但能夠參賽就已經是完成了選手們心目中一向重要的里程碑 記者 許立芹 新城鄉報導